有水果界精品之称的下雪芒果 外表金黄漂亮 再加上浓郁香气 是不少人送礼的第一选择 但受到去年台风的影响 导致下雪芒果产量大减 有农民就表示 去年还可以收成三万颗 但是今年预估剩下不到五千颗 金黄色果皮飘出浓浓香气 台东特产下雪芒果单独吃 可以享受细致果肉 也可以入菜大块朵頤 咬烤鸡肉串芒果鸡尾酒 一道道创意料理 让下雪芒果的美味再升级 它也是唯一获得身份证的水果 去年8到9月的海葵跟小犬台风 带来丰沛雨量 但强风把枝条打坏 加上气候不稳定忽冷忽热 下雪芒果产量锐减 剩下六分之一 就怕因为枝条都被台风打成这样 每年六七月是台东下雪芒果产季 如今整片田看过去 芒果数量寥寥可数 去年还有三万个 今年五千不到 可以讲差不多七八成都是像我这样 产量少价格肯定会上扬 但农民说根本没有豪果可卖 包个五千颗 我们大概会打掉两千颗以上 它的树体整个也是衰弱的 所以整个的结果状况 也应该也不会很好这样 虽然农民有领到每分地 一万元的补助 但看到欠收的惨况 农民还是很心疼 民众想品尝下雪的细致果肉跟香气 今年可能得多掏一些钱 再碰碰运气才能如愿买到 记者刘凌翔台东报道